刚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是新生,又是个瘦小的女孩,所以小S被学校里那些不务正业的孩子叫到了厕所里面,准备好好的欺负她一番。 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着什么,幸好姐姐大S及时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大S看起来挺柔弱的,但是妹妹被欺负时,她的保护欲还是很强的。 当时大S一脚踹开厕所门冲了进去,并且气场全开地告诉那些同学, 我妹妹刚入学,她什么事都不懂,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讲。 结果那几个原本还想欺负人的同学立刻哑伙了,连声说没什么事, 不但放走了小S,还不敢跟愤怒中的大S顶撞,只能弱弱地在一边玩自己的头发。 后来临近毕业,这些不三不四的同学依旧没有放弃欺负人的想法, 他们自己不敢动手,就背地里联系了校外的流氓混混, 一脚把小S踹到脚肿起来,走不了路。 回家后,S妈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怒火中烧冲进了学校会议室, 当面质问学校负责人,而那些不学好走歪路的同学也终于受到了处分。 大S在外人面前对妹妹是完全的保护的状态,不让妹妹受半点委屈, 但私下里,她自己却一直在欺负和打压妹妹,因此小S从小就很怕她。 小S曾经在节目中回忆了小时候的一段趣事, 因为大S从小就很有规矩,不让自己乱动她的东西。 但小S偏偏看中了大S一双很好看,很精致的拖鞋, 于是她就要求大S给她穿。 结果大S非但不给,还冲她做鬼脸, 小S非常生气,却又无可奈何。 可是突然有一天,大S竟然非常大方地说, 要将那双心爱的拖鞋送给小S。 欣喜若狂的小S马上跑去试穿, 没想到鞋子里有一坨湿湿黏黏的狗屎。 小S就这样中招了。 更气人的是,当S妈把拖鞋洗干净后, 大S又把鞋子拿回去了。 小S妥妥地攻拒人呢。 不仅如此, 小S小时候经常被大S怂恿着干很多傻事, 而姐姐则激紧地在一旁看家长的反应。 如果妹妹的举动没有被责骂, 自己再跟风去做。 而且她从小就会管教小S, 对于小S吃东西扁击嘴, 不注重个人形象, 不搞个人卫生等行为, 都会严厉苛责。 有时甚至会吓到小S哇哇大哭。 就算两姐妹已经成年, 当了妈妈, 小S在台上, 在镜头面前大胆泼辣, 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敢做, 大有一副我是女王, 我最大的架势。 但是面对记者的提问时, 她仍然直言自己害怕大S。 小S曾在某节目中逼问女DJ 在夜店有没有见过自己的老公, 对方很尴尬地表示, 确实在酒吧中看见过徐亚军, 并且出手十分阔绰。 虽然后来小S用其幽默搞笑的风格 化解了尴尬, 但接下来的主持中, 她却接连出错不断地口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公的事分心了。 小S是在自己事业发展的 一帆风顺的时候, 遇到另一半徐亚军的, 对方是个身价不菲的富家少爷, 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并在2005年注册结婚, 大女儿诞生之后还补办了隆重的婚礼。 嫁入豪门似乎是很多女明星的婚姻选择, 但成为豪门阔态真的就能幸福吗? 当小S各种婚内报道分支踏来时, 人们才发现, 与舞台上大胆热情、 自信张扬的形象对比, 婚姻中的她似乎懦弱、卑微了许多。 早先小S做节目时, 曾多次被镜头捕捉到身上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伤痕, 有一次她抬手撩头发, 眉骨周围的淤青清晰可见, 于是媒体就开始报道她被老公家暴。 有一天晚上, 小S还打了急救电话, 然后满脸是伤, 从户外被送往医院, 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媒体说是因为她的拍摄任务引起了丈夫不满, 也有人说她是半夜桌间被丈夫暴揍, 不管说法有几种, 共同点都是小S被家暴了。 而且, 徐亚军曾多次被拍到混迹于各大夜店酒吧, 和各种类型的美女有过亲密举动, 甚至有报道说, 徐亚军最到整个人直迷糊, 都不忘和路边的美女打招呼。 在媒体的各种报道下, 不知道是为了节目效果, 还是下意识地说了心理话。 总之, 有一次小S做节目时, 有个美女模特爆料, 有人曾很喜欢摸她的后背, 并不断称赞她的皮肤很好。 结果小S直接问了一句, 不会是我老公吧? 一时间, 小S被绿茶当面挑衅等新闻, 又冲上了头条。 康熙来了, 听播之后, 小S很长一段时间父闲在家, 她经常会在半夜三更喝得酩酊大醉, 然后痛哭着发一些视频, 说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为此不少人怀疑, 她其实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福, 又因为三胎都是女儿, 没有给许家续上香火, 因此频繁被逼生儿子, 压力很大。 还有台湾女艺人在节目中爆料, 小S为生儿子生吞壁虎干, 这似乎更加证实了人们的猜测。 可不管媒体如何报道, 大众如何猜测, 小S都始终没有离婚, 还一直在大众面前展现出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家庭, 并宣扬她和丈夫的感情十分坚固。 面对各种媒体铺天盖地地对徐亚军的负面报道, 小S总是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替老公澄清, 努力维护丈夫以及自己的家庭。 就是我真的没有被我的老公打, 我们两个真的很相爱, 我老公是个大好人, 不要再说他怎样怎样了。 被记者问到最想澄清的八卦是什么时, 小S曾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自己真的没有被老公家暴, 对于大众劝自己离婚一事, 小S更是直言, 我老公那么好,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老公? 但就是小S口中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的老公, 却给他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每次有关于丈夫的负面新闻, 小S总是要替对方站出来解释澄清, 酒吧亲密照事件被闹上热搜之后, 小S只能出面解释说, 照片中的人是好朋友, 没有所谓的什么资助。 自己更是在微博上连放多张 一家五口外出游玩时的亲密照片, 努力打破外界不和的传言。 姐姐大S也是在媒体面前替妹妹解释, 说妹夫是正人君子, 只是会在对方喝醉后过马路 或者其他时刻偶尔会搀扶一下, 并表示妹妹一家目前没有受到负面新闻影响, 一家人感情很好。 除了花边新闻之外, 徐亚军投资的面包店因为相经问题被指虚假宣传, 被大肆指责时, 多次为该品牌面包做宣传的小S也被牵扯其中, 为此小S不得不出面道歉。 作为公众人物, 我多次在公开场合向民众推荐这个面包, 所以我有义务跟大家道歉, 我要跟所有大众致上我最深的歉意。 说完, 小S朝镜头深深地拘了一躬, 但作为投资人的徐亚军却一直没有出面做任何的解释, 那么小S与丈夫之间的相处真的就那么亲密无间, 非常的和谐吗? 其实不然, 两人日常中也会有摩擦。 小S曾亲口爆料说, 当他们夫妻身处各种琐事当中时, 老公也会抱怨他说, 就是因为你的关系, 我们家那么好人, 媒体却要把我们报道成那样。 小S为此委屈地躲进厕所内痛哭, 吓得孩子们以为父母会离婚。 即便小S一直努力维护丈夫的完美人设, 但大家还是认为徐亚军不是个好男人, 也坚信他家暴过小S。 对于被家暴事件, 小S曾在节目中解释说, 有一次他和老公朋友骑车出门散心时发生了意外, 他因为一时兴起, 想要和朋友来场比赛, 于是就开始奋力加速, 结果车子提速后超出了他的预料, 惊慌失措之下, 他奋力捏死了刹车闸, 结果脚踏车真的很没人性, 失控之下, 小S整个人就摔飞了出去, 因为摔飞出去之后很难控制自己以什么方式落地, 所以只能整个人趴在地上。 等待救护车的空档, 徐亚军还给小S的伤情拍了照, 小S还说, 幸好有拍照, 不然又要被说家暴。 这并不是小S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澄清家暴了, 但是每个人对婚姻和爱情的追求不同, 我们作为旁观者, 也不能多说什么, 只能说但愿事实真的如他口中说的那样吧。